哈囉 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 今天要來玩這款遊戲呢 叫做求生之路喔 那這款遊戲是老頭之前 也是很早以前在網路上找到的 只是一直沒有時間去 認真的去玩他 結果玩一玩發現 其實這款遊戲也不錯耶 他的玩法不知道為什麼 模式跟那個 我上一集在上一次在推的那一款 獵龍高手的模式有點相同 只是差在於說 獵龍模式好像是只有戰役的劇情 就是不是戰役啦 就是會有一些主線任務劇情 但是這個呢是殭屍末日題材喔 然後他還多了一些像營地的這個經營模式 你現在看到這邊呢 全部都是我自己的一個營地 然後 目前其實我還在熟悉當中啦 那據我所知呢 就是要去製造一些像是這個木箱 右上角這個木箱 材料 好這個材料可以拿去建設以及升級 然後這個油的話 石油的話好像可以拿來幹嘛吧 其實我也忘記了 但是我覺得我比較著重於不是這個部分 他這裡其實有點多元 經營類再加上 戰役就是打殭屍的部分喔 我是對於他這個打殭屍這個模式 好個人是比較有興趣 但是他這個經營方面我就是草草帶過 我就隨便玩就是 他要我蓋什麼我就蓋什麼 城鎮中心呢 這邊好像可以找到一些人才 這些人才可能是要透過一些任務 才能夠獲得尋找什麼碎片諸如此類的 那這些人才你就看到左下角有些技能 這些技能呢 你只要把它安置在某一些建築物身上 它就會提升一些效率諸如此類的 這不是重點 我今天比較想要跟各位講解的 等一下 這個箱子製造完畢 又多了一點 他又會開始重新製造 我們可以給他升級 不過這個右下角升級到600 600之後呢 要5分鐘 好啦 這個就是體外花 今天比較想要給各位看的就是他的戰役的部分喔 他戰役的部分其實我覺得還真的蠻好玩的 真的還蠻好玩的 像你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樹狀圖喔 有那個虛線的代表是你的主線任務推進 上面跟下面算是額外的支線任務 給你打一打材料 拿一些素質裝備之類的 所以說如果你覺得你主線任務打不過啊 你可以去選擇上面這個 跟這個下面這個支線任務去 慢慢的收集你要的資金以及你的素材 強化你的武器 才會有辦法推進你的主線任務 然後你看到下面有一個7 上面一個9 上面這個9代表9次的次數 我下面已經打兩次了 所以說我在下面剩7次 然後我現在人物在二區喔 區域2未完成的劇情 區域1的話我已經打得差不多了啦 然後他中間呢我為什麼會說跟 獵龍高手有點像呢 原因是因為他的這個 他這個運作的方式很像 一個主線給你 然後呢旁邊的支線還蠻多的 就像是這個 你必須要有他這把槍你才可以進去打 才可以去完成 像你沒有錢你就只能幹瞪眼 因為有一些是特定的要求 特定的武器 才可以進去刷這些材料 這個是有點麻煩的部分 好不好不管了 講那麼多 我覺得我們應該先就是 來玩一下主線 不要啦我們打一下支線好了 打一下支線給你們看一下好了 他這邊區域2呢所需要的武器是這個雙管散彈槍 這個我已經先買了 所以說我可以直接打 像是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已經建築完成了 不理他 像是你的副武器可以拿這一把 但是要345個鐵條 金條 沒有這麼多 所以我只能帶一把而已 就這一把 這把可以升級啊 上面有素材可以在進貨啊 就是 照一些手機遊戲的慣例 什麼一星二星三星 諸如此類的 好不好 沒關係我們先開始 然後每次進去都會有不同的需求 比如說護送啊 或者是保護人質啊 不是人質 保護幸存者啊 好像這次殺光所有的敵人 那就很直接了當把他們全部殺光就對了 當殭屍靠的太近了 你可以用你的刀近身擊殺 但是是有次數限制的 有沒有看到右上角 我們的短刀 本來十次 現在用了一次剩九次 然後左下角有手榴彈跟補包 手榴彈已經被我用完了 不過像這種關卡其實不太需要手榴彈啦 不太需要手榴彈 那像這個任務關卡就非常的簡單啦 然後我他媽被圍毆了 哎呀 不要來啊 慢慢的一個一個來會怎樣 看莫名其妙就過了 這些任務會比較簡單 就是主要是可以拿來刷素材用的 然後現在馬上變六次 來我們現在來打一場主限任務 試玩給大家看 個人覺得不錯啦 你看任務其實我沒有什麼在看劇情的啦 弗烈斯 弗烈斯特幫已經找我們 反我們很久了 什麼某個幫派之類的 這個遊戲生存呢 就是跟一般的 末日殭屍生存題材差不多啦 你除了要避開殭屍之外了 你還有人與人之間的鬥爭喔 大概就是這種概念 好不好 所以說我們現在開始要殺人喔 現在開始要跟人類對抗了 小廢物 小廢物 我第一次遇到要跟人對抗的劇情 很可以喔 這怎麼辦 看不到人 跑去哪裡啦 看到在哪裡 看什麼東西 起來喔 結束 還有沒有 應該在左邊 哪邊 看到了看到了 靠北沒有子彈 該死了 爆頭 爆頭還爆不死的 怎麼那麼厲害 等一下哪裡在射我 哪邊啊 我根本不知道彈道在哪裡 靠北 在這裡 在這裡 好飄啊 我快死了 補一下血 你知道為什麼不這麼飄嗎 因為老頭的靈敏度調很高啊 調太高好像也不是很好 搞到自己了 這要怎麼夠啊 應該是這邊 有人看到了 嫩 哇靠怎麼那麼多人 人也太多了吧 我有點想去調整我的靈敏度欸 我的天啊 好晃喔 晃到爆 裝點一下 還有嗎 那邊還有一個 結束 把這些人都殺光光了 拿到素材 下一關 下一關打殭屍 等一下我先去 我先去調整一下喔 我先先搜集一下 搜一下每日跟成就 拿到一個芭樂 銀北去調整一下靈敏度 快不行了 太晃了 我有點撐不住 這個晃太不行了 來繼續打主線任務 這次呢指定只能用我們的雙管 雙管散彈槍 來吧 後面應該會越來越難啊 所以說就需要靠直線任務去 去提升你的戰力 打殭屍就簡單多了 幹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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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 阿肥 是阿肥阿 欸欸欸 卡 完了 喔被炸到了 那阿肥血太厚了麻煩 接下來呢 跳跳殭屍來了 什麼東西啊 哪裡啊跳跳殭屍 哇靠 還有這個這傢伙 會jump 哇嗚 哇嗚有點變難啦 跳跳殭屍阿 第一次遇到跳跳殭屍 喔解決掉 還有還有 還有還有還有 那個那個殭屍死掉也太屌了吧 那個姿勢好醜喔 哈哈哈哈 怎麼可以那麼醜 再來繼續打上面的 你看 各個支線又串出來了 沒關係我們繼續推展 推轉到打不贏 我再開始回去抓 回去解支線任務 有沒有這個遊戲就是這個樣子 還不錯玩阿 推薦給各位 解救生還者 解救生還者 這就是解救生還者的任務 我們要從側面輔助他 稍微push他們一下 來來來 把他們殺出一條邪路 Suppose 哇哇哇哇哇 開三刀開三刀 太危險了這必須開三刀了 哇哇哇 太突然阿 無所不在阿 你們別看他走路這麼慢阿 人海戰術阿 直接壓倒性一面而來 不管你受不受得了阿 就是要衝到你身上啊 就是跳掉殭屍 優先解決掉 我砍 我砍 完了完了 沒有那麼簡單了 我要死啦 差一點就去啦 哈哈哈 夭壽喔 我們找到這些生還者他應該會幫我們 幫我們那個吧 我來看一下喔 我們抓了帶了這麼多生還者回來 他們會幫我們工作啊 我來看看 這個 這個 好像不行耶 這只是一個單純的 生還者任務而已 然後呢很多地方都可以升級 我在想我們要先升什麼比較好 先升我們的 儲藏室好了 好先升儲藏室 需要五分鐘的時間 可以慢慢來沒關係 繼續打 我們繼續推我們的主線任務 一樣要我們的雙管步槍 火力不足需要一三七 這就意味著我們要回頭打我們這些任務了 喔 我們可以先升級啦 欸不能升級了 我需要市中心四等才可以升級 完了我們剛剛把他投資到什麼地方去了 市政新升級要多少 喔一七一百七十個石油啊可以啊 嘿 我們直接加速好了不管了 欸欸欸這不是真心喔 是啊 喔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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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有了 來來來 加速加速 哇 啊 我們可以蓋的東西變得更多了 水喔 花了一點金條 可以啦 農場慢慢升應該沒關係吧 升一下我們軍械庫好了 來升好升滿 好了我們接下來應該可以升我們的雙管步槍了吧 可以 來 升一下 升了之後還要花時間 之前這個就跟那個侏羅記跟那個獵龍高手是一樣的東西啊 真的是很麻煩 喔不然的話你覺得嫌慢就用金條升 就這樣子 好像打喔 可是我活力不足 算了我們先打一下一般的好了 來 殺光所有敵人 可以 幹什麼東西 來呀 來呀 還好這個裝填夠快呀 是不是 幹什麼 幹什麼 爆一下 來呀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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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伸出來伸出來了 炸 該炸一波了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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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打他落點 讓他爆炸 後面的油桶 有 結束 nice 炸 炸 棒喔 結束了結束了 這個遊戲應該後面也會有BOSS之類的吧 我覺得應該會有BOSS啊 時間遲早的問題吧 對啊 那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在玩喔 不知道玩了幾區 這邊呢需要很多很多很多巨型的推展才可以到下一區喔 沒關係 我們今天差不多先試玩到這裡喔 就只是給大家知道有這款遊戲喔 我是覺得不錯的推薦給大家 如果你們有興趣呢 一樣是自己下載來玩 他叫做求生之路喔 安卓跟iOS系統應該都有吧 我是用蘋果玩的啦 所以說 我覺得這兩個雙平台應該都會給啦 不然的話 他們要怎麼賺錢是不是 你看什麼都要 什麼都要課金 是吧 好吧那今天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喔 對就稍微試玩而已也沒什麼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左下角和訂閱右下角和 喜歡的話也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呢有機會 求生之路再見面了 不過呢 獵龍高手 跟我們這一款呢 我應該兩邊都會慢慢的摸啦 等到摸到後面 再給大家介紹一下 我的神兵利器 或許老頭會課禁數定 好不好 那麼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